Hello 大家好 上周过的男人Argo在客厅跑起来 我们把园子拆掉了 好了 开始 后来考虑到我们可能也不会再使用了 于是就想要干脆把客厅改造得了 假的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得随着生活的变化 比如说有孩子了呀 孩子长大了呀 不停地来改变格局 好在改变本身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想法是这样 我们要用尽可能少的钱来改造客厅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园子卖了 然后用卖掉它的钱 去购置一些新的家具啊 培建啊 根据我们现在的需求去改造 为了在咸鱼上挂牌 我们又把园子恢复了 拍了很多视频啊 照片啊 超级详细的描述 这个园子当时是一千块钱买的一个韩国的牌子 现在我们想留下的店子 只卖围栏 所以就当它原价是七百吧 我们挂牌的价格是两百六 挂牌没几个小时 就有人来聊了 我们聊得很投机 于是就成交了 最后是240块钱 因为围栏本身可以锁 但是锁坏了 所以就便宜了20块钱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清理围栏 我和二哥一起拿着蛮不疯狂的擦擦擦擦擦擦擦 你把他拿着蛮不疯狂的 你把他拿着蛮不疯狂的 我用他的脚趴的东西 你把他拿着蛮不疯狂的 拿着蛮不疯狂的 可能一起相处久了吧 我马上要卖掉他 二哥也有点不舍 最后 在上面玩了一次 希望他的新主人能够好好对他 到了约定的时间 我们把未来停下楼 我们把未来抬过去放进后备箱 它盖上盖子就走了 这段火车不超过两分钟 超级的快 现在两百四十元到账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怎么花了 我们现在到早了 还要等五分吧 现在还有三分钟 现在大家都很自觉地 保持了一米的安全距离 这东西看起来好像降落的蝙蝠 好了 这就是我们要买的柜子 毕丽三藏不带锅板 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海燃台 OK 就是这个了 走了 那我们在一层提货要找到低货架的八十八 看一下八十八十一 八十八就八十七倍 八十八就是要这个比例 一百九十九 两百块钱 刚好是卖掉的价格 还挺大 你好像仓储管理员啊 哦 这个 好 好 好 这就是在宜家买的东西 一个小树柜 然后一些收纳盒 还有一个小椅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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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账吧 是空一人的收纳台结账的 回去了 其实没有人的一家还是挺好的 找到咱们的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给小爷 情绪小怪兽 情绪小怪兽 我不尿裤子了 这本书叫 快放下去 这本书叫农场里有什么 虽然屋子很小 但是每天老都在试着让人生活变得更好 希望二宗能开心 因为他终于有他超级期待的柜子啦 我们一共花的钱在这里 算下来不到一百块 接下来对比图就要来了 那这次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